所以我们要问凡夫成佛需要多久的时间 跟你讲真话就一念 一念诀凡夫就成佛了 这个诀呢 我们可以用这一部经的经题来说 这一部经的经题讲修行的讲修音的五个字 清净平等觉 那我们要知道 这五个字就是阿六多罗三秒三不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确 清净心成正确 阿罗汉 平等心成正等正确 菩萨 佛成就了无上正等正确 那就是菩萨这个字 一念之间 我们知道这个方法 明白这个道理 身心不已 问题就放不下了 放不下就是不觉 不平 不平等 不亲近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一生当中要想成就 除念佛法门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 快走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建修里头的接近 一生准能成就 成就早晚 到西方世界 成就平位高低 还是在放下 这才知道放下多重要 佛为什么要这么样强调放下 因为这世间一切全是假的 你现在想回归真心 真里面没有假 所以假的东西带不去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公关国曼是假的 嫉妒这个念头也是假的 贪嗔痴还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为什么不放下 放下我们念佛有把握 放下我们知道 平位很高 三倍九平往生 善道大师说得好 总在与云不同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特别原因的 我们反复 波地反复 如果预言殊胜 你就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 社报图上平上身 跟释迦佛 我跟六族 慧能大师没脸一样啊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舍包装淹土 上上平往生 放不下 放不下 放不下是没有真懂啊 怎么办呢 这个经多足 多听 如果真正 把古人修行这一招 我学到了 夜门深入 尝试寻修啊 你就成就了 所以 念佛人 这真念佛人 这不是高架的 应该放下的 全都放下 不应该放下 坚固的执着 这个法门 叫我们 致尺名号 持就是执主 持就是保持 也就是 致尺一样东西 六字红明啊 你就决定的圣经土 心里面有福 心里面意念 口称名 身离尽 那个恭敬心 不能中断 那我没有 跟佛像不对面 那个恭敬心 还有没有呢 还有 怎么能生起 你不知道 你要真正知道的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他是哪一尊佛 我们念阿弥陀佛 他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 阿弥陀佛就在你左右 就在你周围 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不是阿弥陀佛 一介一切 一切介意 这是四世真相 你要问这什么道理 这经典里头佛讲得很清楚 一切伐 从心相生 阿弥陀佛也是一伐 他也从心相生 我们如果真正知道 一切众生 一切人 一切动物 一切植物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全都是阿弥陀佛的报神 你肯定了 你认识了 你就真的报神了 阿弥陀佛的报神了 离尽祝福 普贤菩萨这一院 你就圆满了 如果你还有分别 这是阿弥陀佛 那个不是的 你这一院没有圆满 一切一切 一切介意 就大圆满了 我没有修净土 我修其他的法门 能不能往生 能 净土法门太大了 三倍往生里头 最后一段 就是讲 修大成者 这句话重要 修小成不能往生 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不符合 他是大成 他不是小成 学小成的不能往生 什么是小成 知求自立 还没想到要立他 那就小成 大成 大成心 想到自己 同时就想到一切众生 这是大成 我要成就自己 我同时要成就一切众生 也都不妨碍呀 何必基督呢 基督 你基督的那个人 对他妨害不大 他念佛照样可以往生 可是你自己 决定不能往生 这个伤害 太大了 如果你要懂得的话 你把基督 改变为赞叹 随喜功德 那你了不起了 你自己修行的 别人所修行的 都有你的一份功德 在你修持里头 为什么呢 随喜功德 我会让你修行的